今天我要一邊換骨皮 一邊用閒聊的方式跟各位分享我的心得 以及一些骨皮的知識 我最近開始思考 怎麼樣發展更具備個人特質的音色 所以我要從骨皮開始下手 很多鼓手會以為好音色的重點在於好的鼓祖 或者是好的銅拔 卻忽略了骨皮在整個音色當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 事實上,音色是由眾多的環節一一累積出來的 像是鼓手的打擊習慣 像是鼓祖的材質 還有尺寸 以及零件的設計 每一個環節都會對音色造成重要的影響 當我們要尋找理想的音色的時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嘗試各種骨皮 今天這支影片 我要為我的小骨換上新的共鳴面 共鳴面骨皮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音色環節 在這支影片裡 我將告訴各位 共鳴面骨皮對你的音色有怎麼樣的影響 在拿到一張新的骨皮的時候 我會用手指輕敲骨皮 聽它的共鳴聲音是不是活潑完整 接下來我會測試它的骨皮框 是不是堅固不容易扭曲 如果是容易扭曲的骨皮框 這個骨皮我就不考慮了 原因是堅固穩定的骨皮框 可以讓你在調音的時候 讓骨框穩定的在骨皮框上面施加壓力 這會使你的調音非常輕鬆快速 好現在我要開始動手了 首先我把小骨翻過來 在畫面上你會看到共鳴面 以及我的小骨響弦 我用的是YAMAHA的Vintage系列小骨 它的規格直徑是14吋 厚度是6吋 這顆小骨的原廠骨皮狀況還非常好 但是我現在要把它換掉 我要換成Aquarium CCSN 希望可以得到更飽滿更溫暖的音色 現在我正在把底皮 也就是共鳴面骨皮的這一面的框 上面的螺絲一個一個鬆開 我不會一次就把一根螺絲 從緊到鬆的狀態完整的拆卸下來 我的習慣是把每顆螺絲 平均的放鬆一點點 讓整顆小骨所承受的壓力 是平均的慢慢的釋放 避免有一邊已經放得很鬆了 另外一邊還非常緊繃的狀態 無論是裝骨皮或者是拆下骨皮 我的順序都是轉動對角的螺絲 例如轉動6點鐘方向的螺絲之後 下一顆就轉動12點鐘方向 轉動3點鐘方向之後 下一顆就轉動9點鐘方向 直到平均的鬆開了差不多了 或者是轉緊的差不多了 接下來我就可以任意的做調整 我現在所使用的這一顆小骨 它每一邊的框有8顆螺絲 這跟比較現代的小骨 通常一邊有10顆螺絲 有點不一樣 照道理來說 螺絲比較多 在施加壓力的時候會比較平均 調音也比較容易 而這種8顆螺絲的小骨 一般就認為它的音色比較復古 今天要更換小骨的共鳴面 也就是小骨的底皮 這是整套骨組裡面 換起來最麻煩的一張骨皮 因為平常響弦會貼在小骨皮上面 所以今天要換骨皮的時候 要把響弦也一併鬆開 現在我正把鬆開的螺絲 一顆一顆拿起來 接下來放開響弦開關 然後鬆開其中一邊的響弦 有些響弦是用尼龍繩 或者是棉繩來固定響弦 有一些則是用塑膠片 各種不同的材質也會影響音色 當然響弦也是音色很重要的一環 有興趣的人可以更換各種不同的響弦來玩玩看 現在我已經把響弦的其中一端拆下來 現在就可以順利的取下骨框 YAMAHA的原廠骨皮用的是Raymo 也就是你畫面上所看到的這張原廠骨皮 不管是新的骨皮或舊的骨皮 我都習慣把它懸吊起來 輕輕的敲骨皮的面 聽聽它的聲音 如果骨皮已經不堪用了 彈性疲乏 震動的聲音會完全沒有殘響 沒有反彈的感覺 以小骨的共鳴面來說 這張骨皮還算可以 對了 要記得每一顆骨上面都有一些透氣孔 它的內部不是完全密閉的空間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灰塵跑進去 換骨皮的時候 我會習慣擦一下 如果不清潔的話 骨裡面有時候會有一些木屑 灰塵 甚至一些小蟲子 打起來蠻有心的 接下來我會在每個螺絲孔上一些潤滑油 它除了可以降低一些磨損 使你的螺絲無論在放鬆或者是轉緊的時候都會比較順暢 更重要的是 當你在調音轉動螺絲的時候 你的手感會比較靈敏 在調骨皮的時候 除了靠聽力 我也會依照我的手感的感受 來決定要把這根螺絲轉得多緊 現在我可以把新的骨皮換上來了 換上去之前 我一樣先輕敲骨皮聽聽看它的聲音 這一款是我非常喜歡也愛用的小骨底皮 它的品牌是Aquarium 型號是CCSN 你會發現它的音色 比剛剛YAMAHA的原廠骨皮來的活潑 有力量許多 當然YAMAHA的骨皮已經打過一陣子了 這樣直接比較是不公平的 但是你還是可以依此去判斷出來 振動良好的骨皮 跟振動比較不活潑的骨皮有什麼差別 換新骨皮的時候 我喜歡把骨皮的LOGO 對著透氣的響孔 或者是骨的商標 這樣做對音色的影響 是一點都沒有 現在我把響弦跟骨框重新裝回去 我依照聽力跟感覺 盡量把響弦調整到跟換骨皮之前一樣的狀態 這樣各位就更能聽得出來 新骨皮跟舊骨皮聲音的差別 接下來我要把螺絲裝回去了 首先把螺絲先鎖入每個螺絲孔 接下來用手轉緊 然後再用骨鎖平均的把每根螺絲轉緊 順序就依照我前面所說的鎖對角的螺絲 為了避免這樣利落差太大 每次我只轉半圈或一圈 接下來我會拉起響前 輕輕的敲一下骨皮 看看每個位置的骨皮鬆緊度是不是一致 這個時候 Aquarian的優點就會呈現了 因為它的骨皮框非常的扎實堅固 所以骨框加壓在骨皮框上面的時候 我施加的壓力非常平均 只要依照我前面所講的方式來調音 基本上不太會有骨皮的張力不平均的問題 另外 由於骨皮與骨皮框之間有關一些膠 這個膠的作用 是將骨皮牢牢的固定在骨皮框上面 但事實上 膠難免會有一些變形量 所以大部分的骨皮 在新骨皮安裝的時候 會有一定程度的變形量 也導致新的骨皮容易走音 許多骨皮在新安裝上去的時候 需要一段醒皮的時間 使骨皮的音回復穩定 但是Aquarian的骨皮框有個專利技術 使骨皮非常的穩定 使新的Aquarian骨皮在裝上去的時候 馬上就是穩定可用的狀態了 現在測試 每個位置的音高幾乎都是一樣的 很輕鬆 不用特別仔細的調 張力就非常的平均 現在骨皮安裝大致完成 接下來要做細部的調音 目前打擊面骨皮是Aquarian的Martin Vintage系列 這是近年來我最喜歡的骨皮 接下來我要微調想弦的鬆緊度 想弦的鬆緊度 必須要跟共鳴面的骨皮鬆緊 達成美好的平衡 這樣才能在各種不同的力道打擊的時候 都能使想弦的振動恰到好處 也因此小谷的共鳴面骨皮 是不是能夠忠實的跟打擊面互相共鳴 這件事情變得非常重要 現在我在測試 用比較輕的打擊力道的時候 想弦的反應是不是夠靈敏 另外我會用骨棒敲擊 小谷面的中心到邊緣的每個部位 看看是不是想弦都能夠反應適當 不會過度震動也不會震動不足 做這項測試的時候 要看每個鼓手的演奏習慣 如果你習慣用很狂暴的方式來敲擊的時候 你也應該要用一樣的力道來測試 你的調音是不是符合你的演奏需求 現在這顆小谷 大致符合我習慣的演奏狀態了 接下來比較一下 新舊兩張共鳴面在聲音上的差別 拍攝的聲音 蘇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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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